熊吃鸡,不坏地 大家好,我是鱼豪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是 龙之队A羊与翠油条的内部对掏对决 给你最直观的视觉效果 身法,移枪法,谁更重要 一目了然,话不多说 跟随A羊视角进入战斗 量来到仓库中央 互放空枪提醒对方位置 A羊又拉出去一波秒钝要射 左拉横跳被翠油条拿下一水 这里有个细节 大家都知道人物的模型位置是偏左手边方向的 那么在往左边拉枪或者跳枪的时候 就会出现A羊这种情况 人物直接挡住面前视野 所以我们在游戏中又尽量少用左跳枪 复合出来,此次次翠油条已经前压门口 一波秒钝超眼距离腰射 拿下翠油条 咱们来到翠油条色角 看看别人眼中的秒钝是怎样的 通过慢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对于翠油条这种爆头线拉得极稳的玩家 秒钝直接让他打空子弹 这上下秒针 别闪着 第一行的小伙伴有没有发现 对他高手都喜欢在自个脊枪箱 这是因为自个脊枪箱能挡住我们人物的身子 同时我们右手边视角又能看见敌人 而敌人脚就在正对面 他就是要露出大量身位才能打中我们 而我们只是要露出一点身位 从翠油条的视角里 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是完全没有看到 A羊就会击杀了 我他妈摇手好准啊 我他 红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 他有点点错了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了很直观的看法了 身法在对头中的重要性 翠油条有一次四指尖位 大拇指控制视角以及压枪 所以很少用到秒针 因为当翠油条想要秒针的时候 大拇指控枪 从而点击蹲下按键 此时准备完全就是放飞自由的状态 就算手速再快 也会有那么一瞬间放飞自由 更不可能做出A羊这种连续秒针 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只有更换键位 或者使用陀螺鱼进行要手 我的队要手 你会有和我看 我看你 那肯定有了 我看你 就算手速再次 我看你 那肯定有了 你会有了 那肯定有了 有了 你会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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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加闪技,次有条躲至引体之后 A仰起身切枪又随个秒蹲闪技 继续且要一个跳枪拿下 咱们来到次有条射角看看这一套操作的压制力 通过慢放我们可以看到次有条的暴力线确实厉害 准星永远放在头上 但是这样子就造成了A仰的秒蹲補掉了大量子弹 而后面的闪身枪也是没有把控好一秒点 这就是四子无头的硬伤 起身之前大王子已经控好一秒点 但是当要起身的时候又需要大王子点击蹲下 这个瞬间又让准星放飞自由 这也就导致一秒点错了 在日常玩游戏的时候可能这点影响不大 但是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对套中 真法和直法的重要性就派上用场了 本期视频是由次有条的忠实粉丝投稿 小编也能理解这位粉丝的想法 所谓爱之深 直之切 作为粉丝也是很希望次有条能进行一些改变 毕竟下个版本很多操作细节大改 身法和直法的上限变得更高 而次有条还用老一套按键 将会在下个版本游戏中更加吃力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制作归 还望大家线上一个小小的点赞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